有點緊張 我想看看劇情發展會是怎樣 因為仍是發展當中的 也影響一些老人家 我覺得這件事挺可憐 令人人心惶惶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是不是上手剩下一些神神佛佛 又沒有好好處理 一夜就找人丟掉他 可能是這樣 可能捉了不住 是的 我覺得就算你不相信這些事情 你始終都要 不可以這樣走 丟掉他 你想想上手放了這麼多東西 一定有裝香之類的 那些東西始終會到的 一夜就把他摔走的話 應該就有問題了 我相信是這樣 今晚一唱兩位嘉賓就是一位塔羅斯Lawrence 稍後再和我們聊聊 我先聽一下電話有Mandy Hello Mandy 是 歡迎你好 我還有Lawrence 有甚麼人分享 分享兩個個案 其中一個 我先說第一個 有一次我跟師兄和師母出去吃飯 吃完飯 因為我有養股幻童 是兩個女兒來的 我的女兒突然跟我說 意思是說 姐姐 背上有隻蜘蛛 我說 甚麼蜘蛛 我心裡跟她對話 她說 很大隻蜘蛛 然後我就問那個師妹 我叫她師妹 我說師妹 你最近有甚麼不同 她說 對呀 我很不同 我說那怎麼不同 她說 我一到晚一刻 很頭痛 她說 頭痛到你 晚上根本睡不著 整晚都痛到天亮 連續成 差不多三四天 我說 我女兒告訴我 你背上有隻蜘蛛 嗯 我說 是不是要帶你去師父幫她 幫她搞定呢 這件事之前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我的另一個師兄 幫我開了個天門 甚麼呀 開天門 對呀 開了個天門 因為她們都養股慢 她們想感應更大 喔 即是類似幫你開 開了個天門 我其實不應該亂幫人家開天門 如果你幫人家開天門 你要懂得幫人家關門 對呀 因為那個天門就是 一般我們戴佛珠 戴頸鏈 剛好那個後面最背部的位 即是最大的那個位 咦 別停了 我不會錯了 我以為是開那個床過 不是那個 是那個 是後面 就是後龍 如果你被人家開了 是的 被人家開了一些 不好的東西 很容易會入侵到你 是 因為他被那個師兄開了一個專門 所以她就給一個咳咳精 搞她 然後我跟她說 不如我幫你找師父吧 跟她說了一整天,然後再跟師傅,師傅說是,你有個蜘蛛精搞你,然後一道符,兩道符幫她搞定 那為什麼要害她呢?為什麼要搞蜘蛛精在那裡呢? 因為這個女孩子很喜歡晚上去卡拉OK那些地方 那可能她玩的時候,蜘蛛精就貼了進去,開了天門 所以這些就不要亂開,很危險的 反而那師傅就害了她 好,另一個是怎樣? 另一個我就跟她說,因為我養股蠻 有一次我去過師傅的店舖,因為她也有養股蠻 我又把股蠻放在她的店舖,忘記拿 然後我回到家裡,因為我有個小櫃子 有個櫃子,即是那些裝飾櫃,全部都是玻璃 其中有一層就是他們睡的地方 再上一層我就拿來擺盈 那我就將她設定了很多Hello Kitty 那些我自己喜歡的收藏 那我女兒又喜歡 那好了,有一天早上,我老公起床 她問我,她說你又養了什麼古靈精怪的? 我問,蛤?什麼事? 她說,昨天玻璃櫃門自己開自己關了 我問,蛤?這麼精怪? 我問,她在我面前不見,她在我面前 你又很想見到嗎? 我想見到,但她不做給我看 那你聽不到 因為我Hello Kitty 她很喜歡Hello Kitty 她就半夜三更上來,回來玩 就是這樣 好,謝謝你 不過我這次第一次聽到 在喉嚨最入的位置 就是天玻璃,是嗎? 不是啊 不是喉嚨 是喉嚨 是喉嚨後面 是喉嚨後面 你戴佛珠剛好戴到那個位置 你摸著後面那裡有一個天玻璃 你千萬不要被人家開 你開了的話,關不起來 很容易被一些不好的東西入侵 那裡是不是有東西的? 剛剛那個位置是不是有東西的? 是頸椎的位置 差不多是頸椎 應該是第一、第二椎 第三椎之間 第二、第三椎 應該是第三椎 是啊 是啊 為什麼你戴佛珠一定要押著那個位置呢? 就是讓他不給東西入侵 有時候戴佛牌那些 會戴在那個位置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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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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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再見 泰國夜你也相信 有 你有戴佛牌那些嗎? 有的 其實佛牌也有怪事 例如呢? 我試過借給別人 佛牌借給別人? 為什麼 那時候不懂 第一次想幫朋友去旅行 想保護他安全 原來不行 要不就請他給別人 要不就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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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不可以自己帶 許願幫我保護他 不像我們西方的天使卡 那次我借給別人 上午乘的士時 駕駛車 到晚上就弄傷了 連針 是嗎? 這麼嚴重嗎? 小懲罰 什麼懲罰 其實是一個朋友在泰國 那個其實都是類似筍笛的 筍笛 筍笛 剛剛那些師傅開 打算帶 沒多久 我帶了兩三個月之後 有個朋友去旅行 就說借給你 打算出於善意 其實原來不是 真的 越尊重 那你後來沒有要嗎? 其實是放了我家 最後我也跟他說 我會不借給別人 我繼續供奉他 就沒事了 好了 先說個案吧 先再聽電話 剛剛不是說過醫院嗎? 是的 其實醫院都是說婆婆 其實我真人真事 我自己婆婆 都有發生過一些怪事 也是很合巧 我婆婆有一年 2009年 她97歲 她就跌倒了 骨骨 即是 一跌倒了 骨骨 即是屁股和腰的中間 醫生就說 其實她要換 做手術 但是97歲正常 通常都不建議 不建議 太危險了 那時候 送了去上水醫院 醫生也挺年輕的 我問她有沒有風險 她說 這些很安全 90%都可以 人生交差點 我自己又玩塔羅 就要決定簽不簽子 你自己投下的 是的 那時候 2009年 還未到家 甚至乎現在正在修行 尤其是生死 這麼嚴重的關頭 如果有個朋友問我生死 我會很大責任 最後我決定了幫我婆婆簽一簽 最後手術很成功 但我當時很急 沒有留意其他風險的事 結果手術很成功 醫生說三個小時搞定 但其實六個小時 原來她說 她說 骨骨太小了 所以延遲了 出來後 我婆婆看了一眼 之後幾天 昏迷 沒什麼儀式 第四天 肺炎 離開了 是嗎 那你會不會覺得 我覺得 我放假那天 還要看著她做手術 正常我看著她走 因為那條村 上水醫院 小時候照顧我 看著我大 想不到她走的時候 我就看著她走 最後陪伴她的人 就是我 但有很多人說 當你親人離開的時候 你就不要疼她 不要再看著她 免得她 不疼她 但我做了 就疼她 壓頭一下 但當時 我以為自己會不開心 哭 但其實沒有 我覺得我突然充滿了力量 安慰我身邊 其實婆婆離開了 生死定了 不要不開心 我終於解脫後 回到家 準備睡覺 在2006年後 這是第二宗真事事件發生 我躺在床上 耳飾都放鬆了 突然間 旁邊的耳朵 有個怪聲 一個是 不知道是甚麼聲 是 嘔 這樣 女人發出來 是女人 嘔 對 維持了六七秒 很大聲 這個時候 我立刻起身 睜大眼 我立刻戴佛牌 不知道是甚麼 結果戴佛牌睡覺 就沒事了 但你覺得 跟婆婆有關嗎 其實我在想 醫院有很多 古靈症怪異 其實最多靈異 其實是醫院 身也在那裡 是 如果 女人家通常 到最後 不想住醫院 是因為怕離開 我婆婆那次 自動自覺 說她會 留院 她從來很抗拒醫院 那次她都覺得 她也要離開 然後 我看了很多書 希望可以幫到她 不要那麼快離開 但最後 身世有名 就幫不到 還有我最遺憾 就是 如果再 深入去尖 有風險的話 我未必決定這個手術 我會覺得是 紮掛自己 即是覺得有點內疚 內疚 但當時 如果你不簽 我問醫生會怎樣 兩人家都慢慢自然走 就會痛到走 最奇怪的是 一個月後 身後市 有個大頭照 當時我有個朋友做佛牌 那個大頭照 我先放在那裏 沒多久 那個是商場仔 我放在商場仔裏面 正常商場仔 很少會有很大的飛鵝 飛進去 在市區 在市區 當時 我的朋友告訴我 很有趣 有隻飛鵝 飛到你婆婆的照片 很多人說 如果有先人走 就會有隻飛鵝 有機會 我也看到 當時有這麼大隻 這麼大隻飛鵝 對 不知道是否代表年紀越大 代表那個大 那又不敢肯定 不敢肯定 我覺得 又未必的 而且我覺得 出於善意 就在這張照片裏面 或者讓你知道她回來 是否看一看 對 還有商場正常 你想不到會有這麼大的飛鵝 如何進去 在中間間鋪裏面 佈著在這張照片裏面 在這張照片裏面 有多久 我想都有一兩個小時 一兩個小時 也不敢趕她離開 當然是 那她最後自己飛走了 最後我回去工作的時候 晚上我再去看 飛走了 可能見我一眼 這些是推察 但你會覺得 又是很巧合 為什麼會發生 一定是容易也會入座 其實也會 對 還有最主要是 最後送她去海藏 她是海藏 為什麼會選海藏 因為其實我婆婆 雖然97歲 但她很開通 其實我婆婆是印尼華僑 她的願望就是 跟兄弟姐妹在海藏 意思是她的弟弟 姐姐都是這樣海藏 是嗎 那次我回到印尼 是 到最後那一天 其實帶頭照片放在我房間裡 我不怕 因為自己是婆婆 但問題就是 我最後那一天 其實儀式已經做好了 過程沒有什麼問題 只不過是在我最後那天 差不多要回香港 我自己去了一間酒店居住 其實姨媽居住在樓上 我居住在樓下 無緣無故就給了一個美房 一切都是這樣做 是的 我在想為什麼會美房 我算了 我逗留半夜 我趕著翌日 4點凌晨機就算了 是 很合巧 然後你會覺得 為什麼進去那裡 那些木板都封了 你會幻想 會不會在木板後面有些東西 在哪裡封住 在那裡 進去那間房間 其實你看到一間房間 一張床 這是廁所的 還有一部電視機 那一個零碎碎碎的 它不斷開窗 但是你會看到 那的幕 突然間整部都封了 好像是差多少 你是一個低層嗎 最低層 也就是最後房間 會不會是外面 天井 他覺得不太好看 所以就被封住 這可能性大 但是最不合之意就是 我一下我照亮 自動關燈 是的 其實你會覺得 關燈很正常 但是你會幻想到 到我婆婆的過程 到最後是尾房 加上我06年發生了一些怪事 我又串亂想 又想到了 最後我怎樣解決呢 接著我就念經 當然不是佛教的經 而是我小時候讀書是天主教的 我什麼都念 你又戴佛牌又念天主教 下一次經 你可以說是無神論或者什麼都研究 在這個時候你什麼都要去試 看哪個方法是最活動的 因為你實在是在房間裡 最後我整晚沒有睡覺 結果等到四點鐘 我立即走行走 即是熟悉的朋友離開的時候 親人離開的時候遇上這些事 你有沒有被人看過 你其實都很容易接觸的 其實有一年 我應該預約了一位 在天后的一個仙姑 最後無緣 我就沒有去預約 因為我相信我自己的路 應該由我自己走 我喜歡研究的東西 但其實我又不想知道 我自己的很多東西 我覺得身為一個修衡 其實是要體驗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無論遇到什麼事 那麼多年就學會了 其實當作平常心去面對 你剛才說的仙姑 很出名嗎 我也是一個客人介紹的 何仙姑 為什麼仙姑一定是姓何的 不知道是否八仙 會不會是黃仙姑 可以嗎 沒有的 全部都是姓何的 也是很厲害的 總之 我的客人說回 如果他建議你的事件 你一定要進行 他說完的東西 你可以不用聽 但總之他忠告你 你不要做的事情 你要跟著做 否則後果自伏 這麼害怕 他現在還在不在生 有的 是嗎 但我的資料很少 我客人已經沒有找我 那時候也是2006年 就是我師傅離開那年 那年其實我回想 其實那年也挺倒楣的 視頻低可能就是能量低的事情 什麼都怪事都會發生 而且當你想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如果不想發生 那一陣子在腦海裡 交叉 然後就傳出去 那就未必會發生 但如果你必須要認 其實有機會 90%都會發生 是 即是剛才也說 人的意念 是 會令到那件事好的 會發生 不好的時間 也有機會發生 是 OK 其實就 接著答半 你還有幾個故事 準備了嗎 其實我還有一個巴提牙的故事 是 那不如 你算不算再討論一下 好啊 好啊 這件事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剛剛在星期六還是日 我都不記得 六 沒錯 星期六 我們那天在30日做了一個BBQ 2017年的網聚 最後一個網聚 2017年就去了九華敬 燒鮮吃BBQ 燒完食吃之後 我們就順然走到外面一個回旋處的地方 跟朋友一起聊聊天 和分享一下 那樣 阿翻盆66 那天上來的嘉賓 也有位在現場 大家聊聊天 這部影片 這個星期 陸陸陸陸陸陸陸就能看得到 但其中一件事 今晚上拿出來商量 由於參與者其中一對夫婦 他曾經在幾個月前傳過一張照片 讓大家記憶一下 這張照片非常經典及恐怖 他曾經買了一架應該是二手的Benz 你現在看到Benz嗎? 看不看到嗎? 因為現在近鏡 這張照片都出過了 這張照片可能有很多朋友的記憶 就是裡面錯了幾個靈體 你有沒有感應? 看不看到嗎? 這方面是 這件事大家記得 原來這對夫婦那晚有去燒食 他告訴我 有些東西還可以補充 關於這件事 一會兒回來我們就會救世重提 有個恐怖回憶說回這件 都挺驚嚇的二手Benz經雲 好了 想聽我留下的說話 就非常簡單 記得 明晚開始 我們大概有Facebook的朋友 會看到大概30分鐘的免費節目 希望大家都不要想了 2018年就 直接加入了我們的付費行李的說話 可以聽回過去這麼多年的節目 從付費的時段開始 所以希望明晚未付費的 以後就進入我們更加多東西聽 多東西看的時段 不用說這麼多了 聽到多少 看到多少 一次過一個月費就看完了 我家也覺得沒問題 不想給月費的 都依然可以到我們BIGBIG AIR的手機APP 購買Coin 一些Token 可以每晚決定 聽不聽那晚節目 也是可以的 回來之後我們進入收費時段